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坎坎 后期之作 千学 第1007集 九儿 你偷笑 哦 是在想自己的夫君吗 不过 要是换作是我的话 有这么多夫君 还一个比一个长得美 一个比一个能力强 我肯定也会偷笑的 小樱桃含笑 收回视线 看着前方 也然是忘记了 身后还有一个行子舟 凤九儿放慢了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 看见行子舟如此脸色 她便知道小樱桃的话 行子舟是听见了 凤九儿索性停下脚步 让行子舟先醒 乔木也跟着停下脚步 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行子舟眼底 似乎只有小樱桃一个人 她来到了小樱桃身旁 小樱桃似乎感受到了 不一样的气息 才收敛了自己的得意 侧头一看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被惊吓到的小樱桃 还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被行子舟牵走 直到小樱桃 几乎不见了身影 凤九儿才倾壳了声 所以说啊 有夫君的人 真不该胡说八道 话语刚落 她推着剑衣继续往前 凤小姐 是在说自己吗 乔木回道 凤九儿 只是扫了她一眼 并没有回应 街道两旁 不是商铺便是小摊 热闹得很 少了小樱桃 在这儿叽叽喳喳 大家的注意力 放在了街道两旁 看见卖胭脂的小摊 凤九儿摆了摆手 推着剑衣走了过去 凤小姐 也需要胭脂 乔木来到凤九儿身旁 也跟着半蹲下来 女孩子都应该了解的 除非你是男子 凤九儿丢给乔木一句话 拿起了一瓶胭脂 女子爱美 这并不会随着 时代的变化 也变化 她早就想将 胭脂的生意也做了 可惜实在是 腾不开时间 等有朝一日 真的安定下来 胭脂的事情 凤九儿也一定要做 两位小姐 随便看随便看啊 摊贩坐在小挨椅上 脸上堆砌着 满满的笑意 今天不管是谁 只要是出现在灯会上的人 都是愉悦的 在一年一度大团圆的晚上 大家都抛掉烦恼 好好聚一聚 为何不快乐呢 更何况 这回的灯会 还有九王爷主持 想到这件事情 百姓们连续几天睡觉 都能笑醒 凤九儿和乔木 看了好几摊的胭脂 收获也不少 每回 剑衣都被丢在一边 她也无所谓 脸色一直不差 赵晓晓 很快就凑了过去 与凤九儿 乔木 打成一片 赵玉生 和拓跋可言 几乎都是一左一右 守在身后 极少说话 一路过去 来到舞台附近 已经是虚十一刻 负责看守的龙十一 看见了凤九儿 立即迎了上去 九儿小姐 终于看到你了 哼 怎么说得好像 才等我一般 这可不是 龙十一摆了摆手 九儿小姐 请 您的位置在前面 看着这有点 反常的龙十一 凤九儿 惊错了错月眉 平常的龙十一 不说不尊重她 但也没像现在 这般哈妖鞠躬啊 凤九儿没听错 她说的是您 而不是你 在一处空旷的地方 靠近客栈那边 设了一个大大的舞台 舞台很高 相隔这么远 凤九儿也能看见 跟着龙十一往前 凤九儿才慢慢看见了 舞台前方的情况 人太多 她本来就长得矮 也没办法了 舞台前 有不少统一 铺着红布的椅子 此刻 椅子上 已经坐了不少人 而椅子之后的空地上 满满的都是人群 龙十一 是沿着人群之外走的 相隔一段距离 守着兄弟 看起来 路是特地腾出来的 想必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什么重要的人物要来 九王爷来了吗 还没 凤九儿半眯了眯眼睛 继续往前 人太多 她也连舞台上的情况 都还没有完全看见 别说是舞台下 一直往前方看 凤九儿能看见 路是通往舞台 想必 她的位置 也在很前面 果然 凤九儿等人 被安排到椅子的最前排 就连小樱桃和行子舟 也过来了 对于这样的安排 凤九儿并没有多出奇 只是在人群之手坐下 她有点不敢往回看而已 四周没有看见九皇叔 就连夜罗刹 地义那些人都还没有来 后面热闹非凡 官员和百姓几乎全部到位 九儿 真的有很多人呀 小樱桃站了剑衣的位置 坐到了凤九儿身旁 凤九儿侧头看了她一眼 轻声道 你紧张什么呀 不是有你男人守着吗 不看还不知道 这两个家伙回来 剑衣都不知道 被他们安排到哪了 越过小樱桃和行子舟 凤九儿终于看见了剑衣 还有坐在她一边 虎视眈眈眈的赵小小 赵小小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这事凤九儿早就知道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凤九儿觉得赵小小也不差 甚至不错 只是剑衣怎么想 她怎么可能知道呢 她只希望这孤家寡人 早点寻得一个合适她的娘子 别总是孤孤单单了 众人坐下来不久 冷月推着地义上台 身后还跟着夜罗刹和时长老 舞台上的兄弟立即上前迎接 凤九儿不过是看了舞台一眼 便收回视线 她想等的人还没有出现 其他与她无关的人 也影响不了她的心情 对了 你的九王爷 今晚会穿你给她特别设计的衣裳吗 乔木担心凤九儿心情不好 特意问道 夜罗刹和地义这些人 就连乔木自己都不待见 更何况是九儿呢 不可能 那衣裳确实是有点花烧了 她只说好 连事都没事 就丢到一旁了 虽然今天是她推她出门 可衣裳被留下来 却是事实 啊 不会吧 乔木皱了皱眉 衣裳不差 穿不穿 只在于九王爷的决定 扫了凤九儿一眼 乔木继续说道 而且我觉得 九王爷 没有不穿的理由啊 她也不担心你难过吗 若是咱家凤小姐说一句 你不穿 我送给其他男子 哪怕是破衣裳 九王爷 也立马穿在身上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咱们